揭秘,江泽民三件蠢事与胡锦涛三件大事,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连党媒对他们在位时,所谓都褒贬不一。 胡锦涛在十八大上落退后,新华网刊发胡锦涛因三世名垂青史歌颂胡,而江泽民在十六大退下后,原新华社主编杨继生则出书盘点江干的三件蠢事广告。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胡锦涛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 2002年胡锦涛在十六大上接替江泽民出任,中共总书记2004年接任中央军委主席,2012年在十八大上落退,同时卸任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锦涛落退后, 新华网发表胡锦涛因三世名垂青史,一文歌颂胡第一件事是黄岩岛纳入实际管辖,第二件事是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 尽管当时有人认为取消农业税有很大的象征性意义,但给农民的好处并不大,总共才免掉农民的300亿。 那么多农民分的话,几乎等于每年,并不能使中国的农民在今后的几十年当中,能够迅速地跟东南沿海的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缩小。 因此高层需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很多第三件事是,胡锦涛裸退。 2012年锦涛在十八大已裸退的方式,将权力全部移交习近平迫使江泽民无法计,续干政胡锦涛。 也因此与习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江派政治对手,胡锦涛在关键时刻的裸退广受好评,不少舆论将此举比喻为,与一直想置他于死地的江泽民同归于尽。 同时也给习近平全面接管权力开路习近平主政后,曾多次公开赞誉胡锦涛这一决定,是高瞻援主。 高风亮节,江泽民干的大蠢事,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于1989年踏着六四学上的鲜血,从上海市委书记一跃登上了中共协力的最高峰后。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线任总书记职务,留任军委主席,2004年辞职,曾长期担任新华社主编的杨继生,在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004年在香港出版一书中,谈到江泽民干了三件蠢事蠢事之一,江泽民大奖其执政13年1989年到2002年的成就这使人们产生很坏的印象。 江泽民不顾事实地把中国那些年的经济发展功劳全记在自己账上。 其实上,他完全执政并没有13年,他虽然1989年当了总书记,但1994年才开始摆脱邓小平的控制他讲的13年恰好是六四以后的13年。 人们认为,他是在强调六四镇压的效果。 蠢事之二 江泽民自己在中央党校讲话,把三个代表摆到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等地位,马毛邓,三者,是后人或别人摆上中共政治的神龛。 而江泽民却自己爬上了中共神龛蠢事之三,江泽民十六大退而不休,还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各界痛劈其练权。 干政将保留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以后,还经常对胡锦涛直直点点群众也很反感。 以上只是杨继生所盘点的江泽民所干的蠢事。 事实上江泽民所干的蠢事何止三件,三千件都不止,而江泽民所干的最大一件蠢事。 舆论公认是江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 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勾结迫害修炼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群体。 那一刻起中国就失去了道德底线,放眼当今中国社会乱象,从深环境污染水源污染毒奶粉毒疫苗毒食品遍地,假货,假话泛滥成信,近视雾霾阴暗沉重笼罩大地网记网络的防火墙,阻隔了真实的资讯说真话违法讲真相犯法。 于是见风失度,投机取巧,随波逐流和明哲保身成为社会流行的趋势。 人们在集体无道德的大潮中变得日益自私和冷漠,当社会道德沦丧当假,而斗横行当民主法治,被扼杀任何人的权利和幸福都无从保障。 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法治和道德危机,始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迫害,长达19年的迫害,直接波及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亲属达数亿人,导致中国财政空虚,法律系统和道德全面崩溃国家和民族。 被托入深渊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宝同表示,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受害者,不仅仅是法轮功,实际上是全体中国人,中国著名为全律师高志成于2004、2005年三次公开善书胡温政权以颤抖的心,颤抖的笔呼吁立即停止。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高志成写道,这是在持续地与全体中国人民,与人性文明,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敌啊。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的久远价值,以及全世界在这场浩劫面前保持了不光彩的沉默者的各国政府的道德形象,都已现实地成了这场浩劫的受害者。